你又不正经 这事再正经不过了 我都想好了 如果是个男孩 就叫怀心 怀心 你今天参加六船厅程会 有什么感想吗 有啊 来 说来听听 早知道你们家这么有钱 打死我也不会跟你爹说 让他把我给休了 少爷 少奶奶请喝茶 我来吧 这不算什么吧 我没见过世面嘛 说老实话 比我们吴家东院有钱的人家 多得去了 喝茶 这 这不是有杯子吗 我习惯了 那你小心烫嘴啊 没事 话说回来 但是呢 能够跟我们吴家东院的实力比拼的 在整个陕西 的确没几家 你看 东到关外 西到迪化 北到俄罗斯 小心点 南到广州 都有我们的生意 其实啊 这也不算什么 这还不算什么 我见过一张地图 我说 这儿是京阳 这儿西安 迪化在这儿 能吗 在这儿 有一个欧罗巴 在这儿 有一个太平洋 太平洋这边是美丽街 这边还有大西洋 这边有一个阿非利加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地方啊 那张世界地图上都画着呢 世界地图 如果 我们能把吴家东院的生意 做到那张地图上的各个角落去 那才叫发扬光大呢 行啊 那我们一起努力 好啊 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需要我们一起努力的 什么事啊 你又不正经 这事 再正经不过了 我都想好了 如果是个男孩 就叫怀仙 怀仙 嗯 少爷 老爷有令 速传少爷少奶奶 有这事 嗯 我真的不知道 不管胡家过去对我们如何 此事却是大错特错 爹 此事 此事或许还有内情 胡志纯虽然有些私心 这头脑偶尔不清 但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不会卖假货的 是 平白无故 误人清白 而且还是用如此下残烂的手段 叫我们胡家东元 以后如何面对静阳同行啊 爹 这事 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这事谁忍得谁处理 仲爷 这事不仅关系到胡家的清白 也关系到我们东元的声誉 明日一早 你让你爹 向胡志纯去道歉去 我明白了 爹 周老四 周老四 走 周老四 周老四 叔叔一早就出去了 去哪儿了 不知道 我估计 我估计 我估计你爹这么做 也是为了你 只是 他做事的方式不太妥当 没事 等他回来 我们再劝劝他 我这爹 根本就劝不了 好吧 那今天的成会就这样吧 好 妈 怎么 大哥 昨天胡家的事你听说了吧 我知道 外边现在都传风了 说我们胡家欺负人的 我已经让周英他爹去胡家道歉了 周英 爹去了没有 我爹 他昨晚一晚上没回来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道歉的事 那是什么 大哥 我跟二哥和三哥都谈了 我们觉得 让周英插手我们胡家生意上的事不太合适 更何况 他的家人又是这样 四叔 周英是周英 他爹是他爹 本来就是一路人 什么本来就是一路人 不就是出城江湖吗 但那又怎么样 周英他为人善良 行为磊落 收怀坦荡 对 他爹 做事是比较鲁莽 但那也是因为爱女心切 吴萍 怎么跟四叔说话的 老四 老四啊 周英有周英的长处啊 我让他进六团厅 自有我的道理 大哥 我觉得即便是周英没他父亲这档子事 他也不应该进六团厅啊 他凭什么不能进 女人就应该待在后院里大侄子 你让他出来做事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那不是砸了我们吴家的牌子吗 老四啊 你想太多了 有大哥我在 谁想砸吴家的牌子 有那么容易吗 大哥 你听我说 吴卫文 还钱 还钱 你怎么算了 我看你们一点 大老爷 大老爷 你们不能进去 你少在这儿啰嗦啊 你们不能进去 你家老太爷这个债 今天你是还还是不还 你要是不还我可喊了啊 吴卫文 不想喊 怎么回事 我说吴老爷 平日里你可是从来不上 我们纯明之礼的 今儿个我可亲自上门了 吴老爷 这俗话说得好 请客不请嫖客欠债不欠赌债 今天这个钱 您无论如何得还给我 这谁欠你不欠 怎么回事 说是有人在他们那儿吃饭 喝酒 赌钱 请姑娘唱小曲 但是啊 一文钱都没给 还说自己是 吴家冬院的老太爷 要钱呢 去找吴家冬院 爹 要不你先进去 这边 这边交给我来处理吧 这么热呢 什么事啊 大老爷 你可回来了 我们脆炎的战 你可以结了吧 别着急 老老师啊 今天别想再躲了啊 谁躲你啊 谁躲你啊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我能躲你 行 我说四哥 你还欠我们三十两银子呢 你放心 赌债我欠 情债不欠 这是规矩 爹 你也在 你这 把他们都给打发了呗 来 大哥 这位就是 来来来 三位跟我走 既然愿意认账 那就再好不过了 走走走 你看见没有 我周老四 从来都是言人有信 今天给你们结 就等不到明天 以后别跟我叽叽歪歪的 四哥 那你常来啊 清家公 要不要到别院咱们哥儿去啊 喝几桌 你 聊点摊 不用了 我还有事 那我就回别院了 不好意思 什么东西 这一体都累了 都什么东西 大哥 这什么事啊 这在外面吃喝调肚 还说不砸咱们老家的牌子 还有规矩吗 老四 你说一声啊 还有规矩吗 你怎么就不能改一改你的毛病 我有什么毛病啊 我活得潇潇洒洒痛痛快快的 自认着呢 你看你刚才做的事情 我做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要留在这儿 既然我们已经决定要过安稳日子 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了 安稳日子 安稳日子就不能喝酒 就不能赌钱了 就不能听姑娘唱曲子了 要是这样 我宁可不过 爹爹爹 你们别吵别吵 不是不是 您听我说 这件事呢 不能全怪爹 我也有错 是我想得不够周全 爹 这儿呢 有五百两银子 您收着 无论你想吃什么 喝什么玩什么 你尽管去 但就 就别设账了 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啊 不行不行 那 那我就谢谢你了 还是女婿好啊 睡觉下喽 睡觉下喽 你为什么要这么包容她 因为她是你爹呀 真对不起 等她睡醒了 我一定好好骂她一顿 你爹她 无拘无束惯了 就算你骂她 一时半会儿她也改不了了 但是既然我已经嫁入了冬月 又一心想跟你过一辈子 她是我爹 那从前的很多习惯 怎么着都得收敛了 别急 慢慢来 你看你爹 刚才那里 都被气绿了 没事 有我在 那你说 爹 会不会把我赶出流传亭呢 没事 有我在 有你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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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